中文字幕我今晚希望你会究竟说 主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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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好久不见我是真 可以说一句我回来了 真的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因为前段时间疫情的关系 买的东西都没有收到 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现在终于恢复快递啦 都收到了 然后现在就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些什么东西 作为唇颜患者然后我最近新买了一个这个 Plammer的他们家新出的一个唇釉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他们家那个唇膏嘛 然后很好用 然后它是那种无色的唇釉 里面是有那种唇部精华 然后就有修复作用 它这样涂上去看着很像唇釉 但它质地跟那种有颜色的 我们买的那种唇釉不太一样 主要是之前那种唇膏是那种罐装的嘛 然后抹比较麻烦 要拿手指然后不方便一直上 平常我也是睡前来的擦 这个就可以随身带在包里面 然后有需要嘴巴干的时候就可以擦 觉得还挺好的 这边有个简包 然后这里面有个绿巾 这种是盒子的 然后边边是粉色的 很可爱 是一个抱枕 它一被压扁了送过来 到处会套上这个花花的这个 然后这个是新买的床上四件套 然后也是粉格子的 因为很春天了 然后下面这个是百件新造车 小羊 这个小羊糕的 就是我们去韩国逛他们那种玩具店 很多这种小羊糕很可爱 然后还 我这样拿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灯 它是个花蕾的形状 然后它其实是个笔筒 这张酒杯也不错 然后这个买的是哪笔它一个同款 出的那种无痕内衣 有点那种背心形状的 然后它是没有尺码的 好舒服啊 又是运动内衣 我觉得平常穿 夏天穿应该挺舒服的 它好像是不限胸型 不限size 所以就是随便买的 这是一个小零钱袋 这个东西好可爱 这个真的好可爱 这个花花台好Q哦 开的时候就长这样子 这是一个那个玻璃杯 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那个卖家 它是里面装的那种气泡水嘛 然后是有银色的 然后就感觉哇好夏天 我好喜欢 夏夜 然后 这是买了一个新买的一个镜子 这是一个爱心的小镜子 好奇怪 这样眉光子在上面 然后这是我送到的酒 我又买了一瓶 就是那种甜甜的酒 这次我买的是酥梅味的 好可爱 他们家的酒的瓶子都好好看 我每次 我就是因为充着岩石 而且他们家还会送杯子 我上次买的 喝完就觉得还挺吃人的 然后所以这次就又买了一个 但是这次就选了不同的口味 这样我们家就有两个杯子了 然后这是我今年新买的 第一瓶粉碟 就是亚识兰戴的白金粉碟 这个好像就是今年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这是白金新版的 然后我买的是色套式EC01 我当时靠柜试了一下 今天试一下 它是那种就是很好抹开 但是不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强的粉底 然后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偏高露状的那种感觉 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给大家 试一个上脸测评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在小猪姐姐家买的 然后这是 Omega 这个色号是反正就是很多博主测评 你说是最是亚洲人的 肤色的吧 然后这个已经是我用到的第三个了吧 就是买了一个 江源道的卸妆水 然后之前我卸妆的话 一般都是用卸妆油嘛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不怎么出门 然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化妆的 其实 然后就最多吧 就是擦点防晒 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家 大家说用这个卸妆水稍微擦一擦就好了 因为这个非常的温和 它是江源道温泉水 然后就是听名字 就能感觉到那种自然和温和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 这是我第二次买它了 然后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买了一个超大罐的 然后就放在家里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擦其他的东西 只是防晒的话 或者是淡妆 我觉得这个卸妆力 已经是非常OK的 然后就是 吻 吻了很多 曼丹的眼唇屑 然后我们之前还要一直在用 那个 Anis Free他们家 那个也挺好用的 反正是患者用 然后这次囤的是曼丹的 建议大家这种东西 就是消耗品牌 就是一次性的话 可以多囤一点 而且一般多满 就会有优惠嘛 然后还买了一个 这个 是恋爱魔镜的一个腮红 然后最近也超级 超可爱的 有没有 这是厚的 然后它的外形 长得有点像指甲油那种 你觉得闪吗 但它那个种草图真的很闪 反正上嘴不太一样 然后这是新买了一个桌布 是小碎花的 因为到了夏天春天了 所以现在我开始购一些小碎花的东西 然后新买了一个这个 可爱的小盘子 他们到时候可以装 夏天吃水果或者是蛋糕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来装 应该超可爱的 然后这是我买 又买了一瓶三谷他们家的沐浴露 然后这个是蜂蜜的 之前买那个是在家嘛 然后我新买了一瓶鸡这边 这个好可爱哦 然后这种很瘦滑 好顺带哦 这个包装 这个小吊带 然后下面是个裤子 然后是那种蕾丝的 挺可爱的 怎么了 我先跟你说这个是 今年的生日礼物 为什么这么烫 你不许不许看 你先不能看这个 而且这个是第一个到的 年轻的到了 哦我有点紧张 要不要说一幅画面好了 这么严实又做 你们好紧张 到底是什么啊 我摸一下先啊 你摸不出来是什么呢 是安佑的写真是不是 好美啊 这个后面这个女人 想要这个裙子 想要这个裙子 然后里面有一段钥匙扣 然后这是她的那个贴纸 哦你看这个好看啊 现在好看啊 给大家看一眼 超美的仙女 它这个后面也好漂亮 是一朵花 这是她的一个记事本 然后里面会有一两张她的照片 好的 接下来之后 我的每一天都要跟她在一起 这个也好看 好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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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哇谢谢 这是我的第一份生日礼物 然后之前我们去泰国的时候 那个韵斗坏了 就新买了一个手持的韵斗 然后现在这种就是小圈的韵斗真的特别方便 我建议女孩子不用买那种特别大的 那个也不方便带出门 这种就很方便带出门 就跟吹风机的大小差不多 反正我们家一般都会背个两三个这样子 这是一个那种头发蓬松喷雾 然后是韩国的一个化妆师推荐的 平常大家弄完头发 然后喷一喷你的发根就会立起来 特别是那种细软发质的妹子的话 就最好可以背一个这种东西 就很有用了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是智商睡 然后听说可以越洗越漂亮 我就想来试一下能不能越洗越漂亮的一个喷头 它可以顾虑一下自来水 皮肤会更好吧 会更干净一点 今天的购物分享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包裹都已经拆完了 在这里结尾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上次视频的问题 首先很高兴能够在视频 还有这个平台能跟大家认识聊天 然后我自己主要的重心吧 就是我的工作内容 还是放在店铺里面 就是我的衣服店里面 比较的这些视频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聊聊天生活 对我来讲就是让我很解压的一种方式 上一个视频有评论说有报告 看到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我第一时间就有去进行了修改 它审核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没有那么快的就是改正过来 我也没有在评论里去回应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建议我收到了 然后我立马就去改正了 就我觉得如果再去解释的话 我怕大家的争论会越生意会越来越大 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为这个事情 去过度的争执或者是吵架这样 以后这个方面我自己也会注意 然后这些视频其实是以分享的心态 在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事情过后很让我害怕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分享的东西都是 但是这些其实东西都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才分享出来的 就是以后如果有合作或者是PR的东西 我就会明白要先讲清楚 然后这个部分我会在家改进 我自己作为是一个地站的忠实的观众 然后才参与进来嘛 然后没想到就是分享这些事情有这么多人也喜欢我 然后可能我的博主意识感不要那么强 然后以后在这方面会会多多注意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包容吧 还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行为可以去关 那是不要因为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 然后不开心或者有吵架 然后希望你有开心的一天 下次再见咯 拜拜